受不了了我今天真的要挂人 就这几个笨猪品牌 跟别的牌子反着来 研发下掉的时候倒是给我不计成本 打起广告来怎么就能审就审了 真的时代不同了 戴好的金子你不打广告他也发不了光了 你知不知啊 今天我这个人人美情善 浅浅的帮你们一把 下次你们三个笨蛋死仇多福吧 哈哈 Florina小金球 这个牌子今年才过了四分之三 一整年给我小心翼群单了不给三次 每次询完架以后就给我查理查理说 还不及我们真的有点久 我想说老嫂子就是纵骂呢 今天吃姐给你们免费推荐 下次别给姐搞这一套 这个油他虽然穷 但是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皇室血统 他和LPU30都是贝尔萨夫集团旗下的 科技的力量让他轻薄到不可思议 他在脸上化开的时候是真正能做到 只有保湿感没有任何的油感 气味是那种很富裕的茉莉和质子 体验感也非常好 起皮的可以举步涂抹啊 粉底液里面可以混啊 液霜太厚重了 你想乳化一下都可以用它 价格也很合适 品牌坊姐姐们 你们不找我打广告 我没事的 省下来的钱也是可以去找别的大博主的 我真的没事的 还有陈颖医生这个101修护霜 包装真的平平无奇 谁知道他是一个不做营销的狠货啊 一品下来他基本可以直接搞定 干 养 投命 他的质地很妙 介于乳和霜之间 不敢拿捏得非常非常到位 我之前拍粉底视频不是很卷吗 就一次能卸好几次妆那种 就用它睡前去冷敷 红热感可以很快很快的退下来 特别是如果你在做什么美丽项目的恢复剂 更能感受到这个效果快过任意门穿梭 认诚的话你就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 我跟你们说 你那段时间的皮肤状态会 尾如泰山 你们真的得去试试它 实力在线 求着陈颖医生了 推一推行吧 下面 德马森氏的这个美白精华 我拿出来 你们是不是觉得吃辣吃恰懒钱 我说真的我大学五分钟烫模板做出来的PPT 都比它漂亮十倍 但是人家是正儿八经 米国人找了几十个皮肤科Doctor 找出来的牌子啊 这个你们要听好了 如果你是油皮豆皮 如果你们追求的白不是那种死白 而是那种有痛痛度的白 这个炒东西啊 极有可能是你白白都穿的归宿 核心方用的是1%的阿尔法熊果肝 不用多讲了安全又有效的一黑成分 它又去搭上了3%的预处 这玩意儿是什么 就是一整个双面胶娃的概念给到 对外它可以瓦解已经产生的色彩 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小 对内又可以把阿尔法熊果肝 拉进真皮层 而且它这个质地 我说真的 你自来水还要水 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比较耐造的 我就建议你们去用化妆棉去搭配去擦拭 真的是又透又亮又白 好好用 最后我奋劝着这个品牌 别装死 给我打钱